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对此说法进行查证 伴随蓝宇居民歌声 蔡英文曾一度倾覆蓝宇关心核废料存放问题 没想到事隔多月远在几千公里外的意大利报道 1990年代有20万桶废料倾倒在台湾海峡 意大利国会调查委员会解密61份文件 其中一份2004年4月21号报告指出 贸易商科梅利欧跟朝鲜政府合作 涉嫌以2亿2700万美元处理20万桶辐射废料 文件中的一段认为 最后被处置的地点是台湾海域 每一年都会进行台湾海域的环境辐射的调查 以往历年来台湾南北部的海域生态调查里面 也有一部分是有关丰盛性物质 强调每年都有监测 一切都还在查证 但巧的是 1990年代台湾地区和朝鲜核废料存放问题 曾经引发世界关注 朝鲜环保团体大声抗议 外传台湾出资 改建朝鲜矿坑为核废料处置厂 直到2013年 对方跨海求偿三亿 不料一切无疾而终 意大利商人到底有没有把核废筒偷运清到台湾海峡 台湾原子能部门强调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进行查证 并透过室外部门协助搜集资料 完成查证报告后将上网公布结果 台当局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强势清查国民党党产引发持续争议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呼吁蔡当局 清查党产应回归司法 否则恐将让台湾渊渊相报 永无尽 马英九表示 若走所谓转型正义这条路 做了之后 程序很多违反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 不但不能转型反而会倒退 不能更民主反而会更专制 对于清查国民党党产马英九说 早在前所谓监察委员黄黄雄时代 就曾调查后列举多项不当党产 随后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任内 就已经归还80%左右 后续有一亿党产部分 则可透过正当司法程序解决 在去年 20158月10号公布了 不是有行政院提案 而是由立法院里面委员通过的 政党及其附水组织 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 在媒体上检测的不当党产条例 那么他认为要实现转型正义呢 就应该获得可以说横跨立法 行政立法三权的权力 来进行许多非常有异议的活动 而且最近呢 因为他透过他的这个命令呢 指示银行 请指支付 这个特定政党他的成款 的期款 使得他没有办法周转 那这个委员会 他的目标就是所谓的转型正义 但是他违反的是一个法制 具有的很多的根本条件 马英九还质疑说 为什么现在要搞一个程序与实质 都有问题的所谓转型正义 万一变成制度恐渊渊相报 永无止境 好 但您继续看新闻 昨天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元宵节 在台湾闹元宵的民族是丰富多彩 平夕天灯节 昨天在新北市平夕区开幕了 上千盏天灯是冉冉升空 将天空点缀的是绚烂迷人 下面就跟随我们驻台记者的镜头 到现场去感受一番吧 我现在是在新北市的十分广场 2017平夕天灯节将在这里隆重登场 虽然受寒流的影响 现场的温度大约只有十度 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人们过节的热情 大家从我说后可以看到 现场现在依旧是人山人海 今晚在这里仍放1200掌的天灯 大家在这个象征团圆幸福的佳节里 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新年的祈福 新北市平溪天灯节已经迈入了第19个年头 沿浪平溪从一个纯朴的小镇 变成了国际知名的观光景点 每年吸引数百万名游客前来旅游 对于放天灯为一个应该是举世文明的 所以说我们特地从早上就来排队参与 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欣赏了平溪天灯齐飞的美景 再把目光转向台湾的灯会 今年的台湾灯会是云林县举办 配合今年吉祥的主题 今年的主灯名叫凤凰来仪 高达23米 造型气势十足 点亮夜空 另外台湾闹元宵传统的 盐水风炮和炸寒丹 也同时登场 热闹非凡 为期九天的2017台湾灯会 11号在云林拉开帷幕 今年的灯会特别规划了 虎尾及北港两大灯区 占地面积为台湾灯会举办以来之最 精心延伸出六大主题 21特色灯区 展现了云林县独特的自然生态 绿能科技 多元族群 民族文化 传统记忆及宗教信仰 让游客在灯会活动中感受云林在地文化之美 台湾闹元宵有北天灯南风炮的说法 一年一度的盐水风炮元宵期间也在台南施放 由高空烟火打头阵 让民众沐浴花火解除厄运 民众已经做足准备 有人在游行绕境中又透明软电隔绝风炮 不想包紧紧被风炮炸 又想欣赏这风炮炸开的火光 就是可以站远一点 然后又比较安全 又不用穿着全身厚重 也有人每年都来 用纸箱制作改良型的防护墙 中间挖个洞 方便自己观看风炮 比风炮更考验勇气的 是台东的炸寒丹仪式 寒丹爷仅穿着红色短裤 站在神教上弄身迎接炮炸 现场火光色起 烟雾弥漫 为了迎接五财神 就算天空飘下零星小雨 民众还是争相撑散后热闹 因为炸越多 新的一年财运才会旺旺旺旺 而除了热闹的炸寒丹 去年台南震灾停办的高空烟火秀 今年又重新开始 五光十色的烟花照亮夜空 让民众看得如痴如醉 今年闹元宵 台北灯节打破惯例 改用花车采接 邀民众一块上灯 而这场举办在西门丁周边的西城 嘉年华也是吸引了不少人潮 台北中华路更是封街八个小时 要让民众体验不一样的元宵灯节 这就是我们的日耳机 热机花车一马当先 台北灯节西城嘉年华开始啦 捷运西门站周边再度挤满人潮 中华路两旁也不慌多让 为了这场盛会 各式花车更是早早在中华路远拜 充气孙悟空怎么拉最威风 左边长一点右边 短一点工作人员做最后准备 而地表北门也成了移动古城 届时会跟着采接绕行 还有这辆结合世大运 和台北异象的激花车 七彩翅膀模样很吸睛 另外嘉年华风格的拉车队 迷你造型独树一致 而这全场近70公尺的采接游行 更是吸引不少大小朋友到场 明明六点才开始的游行 才过中午一惊不少人不为天气 冷嗖嗖先上灯兼卡位 因为游行要到六点才要开始 还好反正就到处先看看 也要迎接大批人潮和采接游行 中华路也封街应战 五十一线公车配合改道 但还是有民众补萨萨 坐公车大家花多久 二十分钟吧 因为可能会太多一点 对对对因为我要转程 燕烧节赏花灯台北灯节 打破惯例不让民众自己走 而是让灯来到民众面前 同样在元宵节这一天 凌晨一点十二分 台南发生了规模五点六 震度六级的地震 不少民众从睡梦中惊醒 地震这一摇 玻璃瞬间破裂 现场尖叫车四起 二楼的客人赶紧下楼 就怕还有余震出现 电话一时间挤满了不敢回家的人 满地碎玻璃店家忙着清扫 还好天气冷当时没客人坐在户外的位置 才没有人被玻璃砸伤 地震这一摇 新建路上开车的驾驶也慌了手脚 把路灯当倒影 看成的是车子冲撞 结果方向排一偏撞上了路边车辆 换到台南卖场 商品架上的瓶瓶罐罐 这一换变古牌效益 饮料零食全掉在走道上 当下值班的店员一脸惊慌 转身往外逃 而准备进去的客人 更是吓得一动都不敢动 短短十秒钟的时间 卖场像被轰炸过 很紧张啊 怎么突然之间 怎么摇得很大力 是不是说东西不稳或怎样 凌晨一点十二分 台南规模五点六地震 当地民众感受最明显 再往南走到高雄 也有自己的摇晃威力 停在家门口的小货车 就像是坐了船一样 前后晃个不停 住家内所有的门也剧烈摇晃 近十秒的时间 沙发影像上了弹簧 不停地晃 龟子也移了位 就有住家仿佛被轰炸过 天花板破裂 家具几乎全倒在地上 连一斤电视也180度倒了下来 流下到因为我们坐26楼 所以晃得还蛮厉害的 地震过后 物品东倒西歪 高雄九路四路 这名二十多岁女性 清理掉落雾 不小心在浴室滑倒 颈椎受伤 派出救护车出动 将她送医 元宵节这一天 台南规模5.6地震 凌晨天摇地晃10秒钟 虽然没有重大灾情 却让南部人这一夜睡得不安稳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台湾媒体今天还重点关注了 哪些资讯和评论 我们来联系一下本台的 驻台观察员陈河南 河南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好 紫乔 首先我们要补充一个跟地震有一些关系的消息 昨天凌晨台湾台南发生地震 刚刚的新闻有所报道 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 台南市有一名29岁的叶姓男性 和一名17岁的正姓女学生 把去年高雄地震时 台南京城银行大楼倒塌的照片传到了网络上 宣称是台南京华路的大楼倒了 引来网友的疯传 无独有偶 在昨天的时候 高雄有一名17岁的灵性少年 也在网络上谎称 台湾高雄捷运车厢失火 描述称说捷运车厢整个失火 捷运在我们面前开过完全没有停 后面车厢玻璃被烧黑了 这说的细节丰富 现场感强 马上也被网友大量的传播 结果都是假的 今天台湾中国时报头版头条 叫疯传台南大楼塌 高劫失火 三造谣小屁孩抓到了 媒体也是非常不客气 直接说就是小屁孩 这三人昨天分别遭到了警方逮捕 依法韩半 其实三个人在自己发文被大量转载之后 都是后怕的 甚至还有自己在网络上澄清 说希望能够稀释宁人 但是网友不肯 法律也不肯 再度的提醒大家 现如今资讯发达 大家切勿造谣信谣 另外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台湾媒体继续就中美两国首脑通电 一试向台湾当局喊话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联合报上的社论 标题是 当川普回到一中蔡英文 不能回到九二 一个问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踏上了一中的轨道 这也使得去年12月的那次川菜通话之后 多方可能存在的危机就此暂时缓解 当美国总统都需要对于自己的政策和方向进行检视的时候 台湾方面的蔡英文呢 还是那句话 两人之间的门一直都开着 走向那道门的那条路叫九二共识 切莫 坦途大道你不走 荆棘小径 只身床 而台湾望报也发表了一则短评 我们一起来看 标题是 面对变局现状难以维持 这篇文章就认为说 在中美两国首脑通电之后 其实对于夹杂了一个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民进党的两岸关系来说 变数与危机不少 美国的一中政策 其实包含着一个叫做所谓台湾关系法的法案 关注台海问题的朋友 对于美国的这个法案肯定是不陌生的 就是这个法案始终在两岸之间制造着一些不恰当的声音 也就是这个法案 让美国人在军事以及军售上始终和台湾方面连接在一起 昨天我在节目中提到过现阶段反而要紧防美国人 转手就玩平衡政策 大打对台军售牌 展望未来 民进党当局似乎没有展现出一种对于可能的变局做出的准备 或者是希望同大陆进行沟通时所具备的弹性 而参应们一直挂在嘴边的维持现状也就成了最大的谎言 好的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的一些关注和梳理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演播室 好的谢谢河南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韩国媒体援引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报道说 今天早上首尔时间的7点55分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6点55分 朝鲜在平安北道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试舍了一枚发射体 目前还不清楚这枚发射体的具体性质 韩国军方已判断该发射体并非洲际导弹 正在分析其是否为无水端中程导弹 朝鲜这一举动引发了各方的关注 但截至目前朝鲜方面尚无相关报道 韩国军方人士分析称 该飞行物疑似弹导弹 很可能是朝鲜为试探刚成立的美国特朗普政府而进行的武力示威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韩国民众11号就总统弹劾案一事举行了集会 要求宪法法院尽快通过总统弹劾案 当日晚间支持弹劾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民众 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了第15次烛光集会 要求宪法法院尽快通过总统弹劾案 约有70万人参加了集会 人们手持烛光 举着半月内弹劾等标语 要求宪法法院加速弹劾案审理 集会批评朴槿惠和执政党自由韩国党 也就是新国家党 试图拖延弹劾案审理进度 谴责其对负责调查清净干政事件的特别检查组的暗算重伤 警方出动了约1.5万名警力维持现场治安 另一方面 支持朴槿惠的市民团体当天下午也举行了集会 要求宪法法院驳回总统弹劾案 据韩国媒体《东亚日报》报道 参加此次挺嫖集会的民众超过200万 达到历次挺嫖集会的最高人数 嫖警会方面8号宣布 为抗议特检组泄露当面调查总统的日程 决定取消原定于9号的当面调查日程 检查组9号反驳说 并未事前透露当面调查嫖警会的日程 对此感到难以理解 在当地时间的11号 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率领高级代表团抵达德黑兰 开始了对伊朗为期三天的访问 当天勒文先后会见了伊朗总统鲁哈尼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就双边关系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这是数十年来 瑞典首相首次访问伊朗 11号上午伊朗总统鲁哈尼与到访的瑞典首相勒文进行了高层对话 在两人的共同见证下 两国代表签署科技与创新高等教育与研究 道路建设通信与信息技术和家庭与妇女事务五个方案的合作备忘录 鲁哈尼在记者会上表示 伊朗与瑞典长期保持着良好关系 勒文此次是在针对伊朗的国际制裁解除后的成熟条件下访问伊朗的 此访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转折点 鲁哈尼还表示 双方可加强在医疗卫生产业和新技术 交通环境可再生能源 矿业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合作 希望两国还能加强在银行和金融方面的合作 发展和建立起更多银行间的联系 勒文表示 此次率团访问伊朗 旨在与伊朗进行深入全面的对话 进一步增进双边关系 瑞典愿意将双边贸易水平恢复到制裁前水平 此外 让伊朗核协议得到全面执行很有必要 瑞典支持该协议所有亲属方遵守承诺 勒文还高度赞扬了伊朗与土耳其和俄罗斯组成的解决叙利亚问题三国小组 促成平火协定的做法 此外 勒文当天还会见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双方就中东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 瑞典驻伊朗大使当天在伊朗日报上撰文指出 瑞典发展与伊朗的关系是基于互相尊重的原则 而不是欧洲一些国家与中东一些国家之间那种政治隶属关系 斯律宾南部苏里高市市长11号发布公报称 10号晚发生在棉兰老岛的地震造成该是7人死亡 而非此前当地官员向媒体所说的15人 11号位于镇中附近的苏里高市市长宣布 截至当地时间19点地震造成该是7人死亡 而非北苏里高省官员此前对媒体所说的15人 另外地震还造成120多人受伤 该市已经进入灾难状态 目前苏里高市仍然处于停电状态 机场应跑道损毁已关闭 救援物资难以运入 据菲律宾火山及地震研究院发布的消息 此次地震后已经发生89次遇震 欢迎回来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距离4月23号 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已不足白日 选战已经呈现了白热化的状态 这场五年一次的政治大戏 与去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类似 竞选者针对竞争对手的八分和抹黑 是愈演愈烈 竞选气氛充满着情绪化 可谓是怪象品生 也让选举结果充满着变数 如果说去年11月的法国中右翼阵营初选 和今年1月的左翼阵营初选 还体现了传统的选举格局 能让人看到政策主张的竞争 那么选战进入2月以来 就完全变了味儿 情绪化的语言和针对对手的攻击 越来越多 五年前失去总统宝座的右翼共和党 这次本志在必得 但是没想到 在距离选举第一轮投票不到百天之际 右翼候选人菲勇就被爆出 在担任议员期间 以高薪虚假雇佣自己妻子和孩子的新闻 一时间舆论哗然 菲勇的支持率也是直线下跌 受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 黑天鹅效应影响 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 庞勒的民粹主义主张 颇受媒体关注 他提出的法国优先 反全球化 退出欧元区和赶走移民等极端主张 与特朗普极为相似 而反体制的总统竞选人 现年39岁的前经济部长马克龙 虽然只有五年的从政经验 但高学历 银行家 高颜值 高气场 以及进入第二轮后 可能大幅领先庞乐的民调预测 都让他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 然而刚刚冒头的马克龙 却被媒体暗指为同性恋 而对他到目前为止 未能提出自己具体的施政计划 则几乎没有什么人去关心 法国目前有超过300万失业者 民众对传统政客丧失信任 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的黑天鹅现象 或将在法国重现 好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 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来访的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1号上午抵达佛罗里达州 棕榈滩的一个度假村 在这里一起打了一场高尔夫球 白宫方面 当天没有允许记者进场观看 也没有说明 是否有其他人陪同打球 打球结束之后 二人离开度假村 去参加四人午宴 美国执法机构11号证实 美入境和海关执法局 过去一周在美国多地采取行动 拘捕了数百名非法移民 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说 这是常规执法行为 被拘者多数有严重犯罪记录 对公共安全或移民机制构成威胁 但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一些没有违法记录的非法移民 也被拘捕 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政府发言人 奥马尔11号说 当天该省首府拉什卡尔加 一家银行附近发生自杀式袭击 导致至少8人死亡 另有20多人受伤 一名恐怖分子在一家银行附近 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 当时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 一些工作人员正在银行领取工资 袭击者当场死亡 受害者包括一些平民和安全部队人员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 宣布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柬埔寨反对党救国党主席桑兰西 11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 他因个人原因辞去党主席职务 并脱离救国党 不过桑兰西表示 将继续坚持救国党的理念 其社交媒体账号显示 辞职发布地点为法国巴黎 2015年11月 桑兰西未避免因诽谤罪入狱而流亡法国 2016年12月 他因在社交媒体发布假文件 煽动社会动乱罪名 被柬埔寨法院缺席判处五年徒刑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设了公众号 请也了解更多更丰富的联案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感性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带您继续看新闻 情人节将至 男士都琢磨着给女友 或者是爱人送什么样的礼物呢 往年首选的一定是玫瑰花 今年可不一定 比如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 又人的培根花束正在流行 情人节还没到 男友就给女友一个惊喜 一束特殊的鲜花 但是仔细看看 它并不是散发着清香的玫瑰 而是散发着椒盐辣椒味的培根卷 没错 这束花的材料是如假包换的培根 意味着不仅可以欣赏 还能够把它们吃进肚子里 培根花束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这家快餐店 在今年情人节期间 推出的限量特工 支付44美元 就能购买一束培根花束 并包邮配送到马尼拉各地 还可以在包装纸上 写上和培根相关的爱情序语 比如我爱你就让我们一起变胖吧 快餐店老板的灵感 来自一句俗语 要想抓住男人的心 先要抓住男人的胃 他想这句话在女人身上同样适用 比起中看不中吃的真花 油炸培根更能够引起女性的关注 情人节前 白领加布也收到了男友送给他的培根花束 惊讶兴奋之情 异于言表 看来这处又能看又能吃的培根花 送到了加布的心里 日前比利时一年一度的巧克力沙龙再度热闹开启 开幕之夜 一场巧克力的时装秀带人们体验甜蜜的视觉和味觉盛宴 一年一度的巧克力沙龙 日前在布鲁塞尔拉开帷幕 活动第一天上演的巧克力时装秀非常薄眼球 甜点师和时尚设计师们联手合作 以回到未来之名打造出一件件巧克力华服 梯台上原本只是带给人们美妙味觉体验的巧克力 变成了引领时尚潮流的服饰材料 制成的礼服别有一番情调 设计师们借助不同的工艺 用巧克力做出可爱的铃铛 轻盈的树叶 复古的钱币等装饰 创意十足 除了时装秀 巧克力沙龙上最诱人的 还是80多家参展商带来的各式美味巧克力产品 今年是比利时巧克力沙龙第四次举办 对公众开放的时间是本月10号到12号 预计会吸引数万巧克力爱好者前来参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